也可以進來坐,很抱歉 我想我歸納一下剛剛張先生、溫先生還有李小姐他們的問題 我想歸納問題的時候,歸納問題就會對應某一個局處 那我想一向一向來 那如果說在歸納問題上面的話有一些不完整的地方 那這請當然是很好,給我一些補充的意見,好不好 那我想大概張先生所提的問題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事實上這整個計劃道路開閉的一個必要性 跟對林口界居民的好處到底是什麼 那這是屬於那個都市計劃的權責 對,它為什麼要開閉這個道路 那當然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那如果說今天的話這個計劃道路開閉之後 然後大陸96項這邊的話 以後是要封掉嘛,對不對 那如果說現在的話整個開發案都還沒有進行的話 那現在的話整個大陸96項這邊的話 目前大概現有的計劃道路的話大概要怎麼處理 對,那我想這部分的話是不是先請督發局這邊 然後來做個說明,好不好 各位詳請,我在針對這個剛才的這個道路的這個 都市計劃當時候畫設再補充說明一下好了 就是大道路的那個96項目前是整個基地 就是說東西向的一個通路嘛 那過去 那因為在95年,我剛有提到95年 因為未來要重新檢討這整個基地的這個 這個整個形狀跟開發 所以當時候就是北側規劃了這個社福用地 那南側部分未來會有一個公園跟一個商業區 那在這中間勢必還是需要一條通路 那因為這個大道路的96項其實是偏整個基地的北側 那它也跟這個西側的這個目前的這個地區的這個路網 其實它沒有辦法直接的銜接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交通可能瓶頸上 所以當時候95年應該是經過整體的一個思考跟檢討之後 然後配合整個基地,未來的整個開發 它將這個東西向的這個路網往這個接闊的中間條 所以規劃了這條11米的計畫道路 然後配合整個地區外的路網 那剛才說到必要性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它的95年度就要公告以後 它其實在這個地級的分割也都完成了 所以事實上其實那個部分其實已經是道路用地了 那一規定市政府本來就要去開闢了 那只是剛才我有說明這個狀況 只是說現在只是說時程開闢的時間點 可是在整個法令上或是這個規定上 其實這條就是都市計畫的道路 那它依照規定其實市政府也必須去開闢 對,以上先做這樣的說明 老婆婆,我又不說 但是我閃著方向 我們是石油土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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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第二個問題 等一下,等一下 你那個是第二個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我想 我想 是一個人的 有客人, practical 那一陣子